台湾大小事要来关注 台南发生假车祸真掳人的案件 有一名女组头疑似因为击欠千万赌债 遭到了八名扼杀以两车包抄 追撞逼停之后压走 长达五天还被蒙上了上铐 警方成立了专案小组 逮到了八名涉案的嫌犯 所幸女组头没有任何大碍平安获释 但是嫌犯完全没有要求赎金 怀疑这个案情并不单纯 十几名刑警小心翼翼走进民宅里 下一秒踹门攻坚 还在炫梦中的嫌犯 遭警方团团包围 被枪指着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就怕落网之余仔细搜索 但同一时间警方兵分多路 逮到同伙嫌犯 原来他们这个月13号制造了假车祸 把这名31岁的女组头当街掳走 疑似他和男友经营的网络赌博 却传出他欠了同业千万债务 要求打三折清偿债务 遭拒绝后13号凌晨 他们趁住偷汉朋友到关子岭拜拜时 企图制造假车祸 遭两车包夹后 六名扼杀持滚把人掳走 女组头被找到的时候 双眼糟蒙 双手上铐 眼睛手部都有伤痕 而这一路就是五天 但嫌犯把人掳走 没有要赎金 看似警告异味相当浓厚 警方还要追查这幕后 主使者到底是谁 因为嘉义也发生有组头被掳 怀疑有关联性 将持续追查 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的新庄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刚满18岁的蔡姓男子 他吴赵 偷开了父亲的黑色兵士外出 结果撞上了一辆违规左转的重击 双方当场发生了碰撞 导致这个28岁的重击骑士 失去了呼吸心跳 想请我们连线记者彭新梅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辆黑色兵士停在人行道上 车头重烂变形 车身满是刮痕 新北市新庄区 昨天晚上9点11分 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刚满18岁的蔡姓男子 偷开父亲的兵士出门 没想到却撞上违规左转的重击 28岁的骑士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警方获报火塑到场 拉起封锁线并指挥交通 出不了解 父亲中机骑士 由南往北要左转进寿山路 但左转灯都还没亮起 就强快左转 不料却与兵士发生碰撞 其实当场喷废50公尺远 头部重创鲜血直流 兵士则是失控撞上一旁民宅 拆行男驾驶一度受困 兵士车内 由消防人员救出后 腿部擦伤送医治疗 而父亲中机骑士 在场就已经没有呼吸脉搏 送医疾就曾一度恢复生命迹象 但还是在凌晨零点多 伤重不治宣告死亡 目前警方已调阅附近监视器 要进一步厘清车祸原因 以上最新主播 三年前南投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有一名这个陷阱局的女工友 她骑车自摔撞上了号制赶死亡 事后这个家属就发现说 这个地面有两公分的高低落差 成为了车祸主因 因此提出国赔 经过地院审理 地院判定县府要赔640万元 是否上诉呢 南投县政府还要研议 身穿桃红色上衣的女骑士 顺着道路一路向前 就在前方突然车身一个剧烈晃动 骑士自摔倒地 我跌倒了 妇人撞上交通号制赶死亡 而家属事后冲回现场 发现路面长期破损 是造成车祸的主因 提起国赔 经过地院整理判决国赔成立 主管机关南投县政府 判赔640万 因为她上诉就上诉啊 反正有图有真相 证据会说话 死者儿子说路面高低落差 造成母亲亡死 布置要求县府国赔 第一时间现场远警判定 路面正常 第二名远警丈量 才发现有两公分高低差 明显打脸第一名远警报告 家属也控告对方未造文书 第一审判决县府败诉 那我们收到这个判决诉之后 我们会来研议 此者生前是南投县警局的工友 家属提告国赔 更提告远警卫造文书 但县府强调案件不符合国赔要件 将等到收到判决书后 研议是否在 政府宜申请 又计判决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